这个男人太渴了 一口气喝完十几瓶水还不满足 转头看着不远处的臭水沟舔了舔嘴唇 然后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 在水中大口喝了一阵后 趴在水面再无动静 然而翻开一看 身体干枯 竟然是脱水而死 专家研究了半天也仅仅查到 尸体严重营养不良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吸干的营养和水分 紧急里 更多地方出现类似死亡案例 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恐慌 警察查到所有的死者 生前都去过某度假村玩水 怀疑水源有问题 开始顺着水源摸牌 负责人则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的水源是干净无染的山泉 但他却隐瞒了一个月前 有人往水里投放大量死狗的事 当时快要到旅游忘记 为了今年的收入 他偷偷把狗屎捞起来埋了 警察准备明天接着茶 但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断有人急匆匆地向水源跑去 等到天亮 水里竟然多了好多具尸体 警察赶紧封锁了现场 与此同时城市里的人们也陷入了疯狂 他们像是一个永远灌不满的罐子一样 时间往嘴里灌水 没有了水就跟丧尸一般失去理智 嘶吼着冲破一切阻碍 想要进入水中 有的直接扑进游泳池 有的奋不顾身钻进路边的鱼缸 还有的也不管会不会游泳 直接扑进河里 然而这并没有让他们缓解痛苦 反而让他们失去生命 失衡电影 整个城市流入人间电影 一段时间后没进入水中的人们 全都恢复了意识 进入水中的则全部死亡 事件惊动了总理 总理更是召开会议制定紧急预案 则令相关部门尽快查出原因 很快就在一个死在自家浴缸中的人身上 找到了线索 只见从尸体身上 赫然钻出一条条粗壮的寄生虫 专家研究发现是铁线虫 这种虫原本寄生在昆虫体内 等到了产卵期 它们会刺激宿主脑部神经 让宿主跳入水中 然后从它们体内脱离产了 至于为什么会寄生在人体 应该是发生了变异 它们的幼虫是在游客玩水的时候 从口腔或者肛门进入体内 然后一直待在肠道内吸收宿主的营养 被寄生者会不知不觉食量变化 等到了繁殖期宿主会感到无理由口渴 直到某一瞬间无法控制自己的意识跳入水中 几乎和宿主融为一体的铁线虫 突然全部脱离 自然会导致宿主休克窒息而亡 然而最恐怖的是 一条铁线虫要产下数十万之卵才会死亡 这就使得事态异常严重 于是立即通过媒体告知大众 有类似症状的立即上医院检查 已听到新闻 老朴想起前两天老婆和孩子突然半夜加餐 使今喝水的情景 奋不顾身地往家赶 到家后果然发现孩子和老婆都端着杯子大口喝水 他一把夺过寄人的杯子 质问是不是去过水上度假村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立即让他们收拾东西上医院 但一旁的老婆看着水管中流出的水 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女儿一把推开阻拦的杖 直接把头埋进了水槽 一旁的儿子拿起水封了一样往嘴里灌 女儿则想翻过窗户跳出去找水 还好被老婆拦了下来 原来他们感染了一种变异铁仙虫 变得极度适水 目前全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死亡人数超过3000 感染者更是突破了百万 根据研究显示 铁仙虫灌满感染者的小肠 像马黄一样紧紧吸附在肠子内地 单纯的清肠是不可能了 搞不好患者会因多发性出血导致死亡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药物杀死他们 市民们听说此消息 还不等卫生部找到对症的药物 就自行服用各种蛆虫剂 结果又导致大量市民死亡 政府不得不再一次提高灾情等级 警告人们不要擅自服用蛆虫剂 不要接近水云 并将所有水源拉上警戒线封锁 医院人满围患 全都聚集在大厅等待救命的药物 为了安全 每位患者每天只被供应以停水 不久后 终于好消息传来了 一名患者吃完一种蛆虫剂 除了有点营养不良外 体内铁线虫全部死亡 激动人心的消息 飞快在网络上团布 人们纷纷跑去药店满药 但奇怪的是这种药去年10月份 由于销售量过低就已经停产 所有的药店都没有这种药卖 政府直接找到药厂磋商 希望他们重新生产 但药厂负责人却推托 由于设备老化重启生产 还有一定时间 那么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药品配方公开 就在这时老朴接到一个电话 说是找到药了 于是来到药厂仓库 通过关系终于买到了 最后一盒救命药 原来三千的价格 竟然被炒到了一百万一盒 老朴看到一个感染的婴儿 在妈妈怀里大哭 身为人妇的 他经不起内心的折磨 决定身处援助之上 反正自己一家也用不完 但不晓得是正好被一旁的人看到 老朴迅速上车要逃离 却被直接转下了车 以权轰强之后 药品直接成了粉末散入 老朴从生产部老哥那里得知 停产之前还生产了十万盒 怎么也够四十万人吃的 怎么会如此迅速就卖光了呢 肯定是有人事先知道 把药品买多了 于是在网上查资料 果然看到投资这款药品的人 全都是药厂里面的人 与此同时药厂负责人语出惊人 提出义务兆益的价格 让政府收购他们厂 只要收购马上公开配方 要知道他们厂总供价值才七千亿 这和强盗又有什么区别 总理陷入两难 医院里 人们吓得惊声尖叫 大厅里更是一片狼藉 女人看着不远处的桶装水 抿了名嘴唇 趁着没人注意 抱起一桶就往嘴里灌 另一个女人还想阻止她 可这时女人就像失去理智的丧尸 见到活人一般 尖水就扑 这时女人体内寄生的铁线虫 到了繁殖期的迹象 如果长期外界强行干预 不让他们碰水 寄生虫也会于此往破强行破体而出 另一边老朴在网上查到 分销人的信息 独自一人前来买料 但就在交易时警察赶到 分销人直接把药冲进了马桶 老朴急得打开马桶就用手掏 但为时已晚 只能无力的坐在马桶边 警察查到原来一切都是公司高层搞的鬼 他们先培育出变种铁线虫 然后研制出特效投放市场 制造出该药品效益的假象 再以低价买断 然后购买公司股份 最后放出铁线虫 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把药放出来 而药品都被他们藏在了郊区的仓库 老朴的弟弟就是追查此案的警察 然来到仓库 果然发现好几十箱特效益 正在激动丢进 仓库门却突然被关 然后玻璃被打碎 一个打火机被扔了进来 顿时所有药品燃起了大火 老朴还想从火里抢救药品 但火势太大被弟弟死死拦住 等到火被扑灭 所有的药品都被复制一具 一地也不剩 老朴崩溃 跪在灰烬前不住哭泣 突然老朴想到 只要有主要的原料 不是也能做出特效药吗 正在去往仓库的路上 得知总理已经同意 药厂负责人的出价 准备签合同 而那个吃药康复的人 正是药厂安排的托 于是把所有情况 向总理说明 正在签字的总理知道后 直接撕伙了合同 老朴在众人的帮助下 开车冲进药厂 拿到了原料后 送到了其他药厂加工 很快新的特效就诞生了 一辆辆货车将药品送到医院 患者们终于吃到了药 一场铁线虫风波就此平息 老朴也和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至此电影结束 不得不说寄生虫病毒什么的 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只要团结起来 没有过不去的看 可怕的是无良黑心伤人 谋取暴力的狼子野心 我是蜜瓜 下期更精彩